很多人说这个济南像一个大农村 走这里你确实有那么感觉 这是它的市中心最中心的地方 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济南的经济实力差 而这个城建差 而是因为它这边历史底蕴深厚 你看这边这个房子 这是农村的房子 这是历史古建 但是这样看过去感觉很农村 毕竟是这个接近上半年的建筑了 从头到尾 这个南北宽有200多米 东西长有 南北长200多米 东西宽有这个60多米 好像是一个市境的大院 叫万智慧 你看这个济南的这个历史底蕴多么深厚 这边还有很多这个老电线呢 这也不代表这济南的落号 因为济南这边通电的时间很早 他这个190几年的时候 1905年的时候 这边成立了第一家电灯公司 05年的时候 1905年的时候 这边就有电灯的 就有这个电力了 你想想很多其他的这个城市 什么都没有啊 连电视什么的都都不知道 很多城市都 那济南这边有多厉害了 我们现在走到这里啊 可以说是走在这个历史当中啊 你在别的这个城市能看到这样的这种模样吗 这边也都围挡起来了 看一看 一大片 哇 这可 这个老巷里面不会突然 串出个什么丧失之出来吧 这都挡的都看不到了 他为什么要挡这么高啊 有必要吗 你挡一半啊 一点不行吗 我起码还能看一半 我这边还留了一点 可以看到 大概就是这个模样的 应该也算是一个百年老巷 这个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看一看 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吧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确实老是相 不是一般老是相当的老 他对面就是那一个 暴主权啊 来这个济南这边逛的人 肯定是暴主权逛的人 肯定是会来这个老巷巷逛一逛 一个很多人对这个济南的印象 可能就是对暴主权周围这边街区的印象 但是这不代表是这一个如今的济南 你看他这边现在都围囊起来了 是准备要这个改建裁前的 应该是 很多这个大城市都有这样的老街区啊 也不是究竟难有 但是这个 一些新进的大城啊 它的市中心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深圳 广州 上海那边 特别是深圳那边 上海那边还是有不少老街区的 深圳那边应该几乎就没有啊 深圳那一个建成的这个 成立深圳寺也就是一几居啊 1979年的时候啊 成立深圳寺 那个时候就成见到现在顶多也就40多年啊 立即它跟这边街区完全无法比啊 这边至少上百年了 这就是历史大城的这种底蕴文化啊 哇 整个这边 都是这个老街区啊 这房子都相当老的 这边应该是 90年代新建的那一个 嗯 技术区 哇 这一全部围过来了 太夸张了 这真的是 这竟然是准备花大价钱 要改建这边的 哇 这个里面感觉确实很像农村 啊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有很多网友都说这个 激南像一个 大县城大农村啊 这边确实像啊 激南的这个老市中心确实够老的 但是现在应该也没有多少人住这里 毕竟这边都围挡起来嘛 都要进行这个改建的 再往前面好像一直 改到这里啊 它这边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我也见过类似的一个地方 武汉 武汉的那 汉政级 那边也是有一大片 类似于这样的地方 然后也是很多地方都围着 然后准备把那些老街都拆掉 然后进行这个改建啊 重建 只要是这个历史大城就都有这样的地方啊 这不是说明这个地方比较落后啊 而是说明这个大城的历史很久远啊 所以它才会有这样的这种街区啊 小城啊什么的 这个行建的一些城市啊 都没有这样的街区啊 作为这个山东的这个省会 激南有这样的这个街区 应该也是离所应当的 是啊 谢谢大家